我小時候有個玩伴 是一隻無公仔的猴子 我很喜歡牠,天天抱著牠睡覺 但有一天 牠不見了 你那個玩伴嗎? 智善 不行,做不到這個 其實我的故事還沒說完 還沒說完嗎? 其實我媽媽拿去洗 我沒說完,然後你出來 然後你出來 做什麼 我們做正經事先 先跟別人拜個年 新春,奇開一勝 祝大家 要什麼有什麼,還財就手 身體健康,想要什麼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我就祝大家 不勞而獲,王子華 不勞而獲是最好的 眼睛爆我,今天要爆什麼遊戲呢? 今天要爆Stuffed the Fable 對,就是這個 Packhead廠今年的一隻大作 之前 Tom Manso已經說了這遊戲 是the best children game 我們就 馬上來個開箱 怎樣開發 箱已經開了一半 這是HAPPY的今年的期待遊戲 由HAPPY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就是一個 children game adventure game 我們打開箱 其實我們已經拿了一些配件出來 已經忍不住 我們這個人才看 打開箱的時候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 影入眼簾 就是 影入眼簾 影入眼簾 現在有新年 就是這個故事書 令人目不閒 我們先看看其他 故事書 還有什麼配件呢? Woolbook 當然不少 分分燦爛 Woolbook都不是很多東西 其實都不算多東西 他那次說 都不用怎樣看 都要的 其實都不算多東西 不算很快 簡單易明 還有Token 一扮Token Token有很多東西 最常用就是這些 血 還有這個bubble 是他那個什麼 這個不是這個棉花 棉花 Stuffed Fable是什麼 剛才是查字典 就是這個叫什麼 毛公仔 填充的毛公仔 填充物 毛公仔的語言故事 是 就像童話故事 毛公仔的童話故事 這些就是棉花 是 接著有一個checkboard 一些怪獸 接著有個袋 這個遊戲 主要來說 其實是一個 DICE的Allocation Game 是 它拿一些顏色在袋裡 收出來 不同顏色的顏色 有不同的用途 是 好像有些攻擊 有些軟弓 有些是撿東西 有些是保血 有些黑色 就是用來給敵人 是 它的顏色 真的像糖 是 想怎樣 像N&N的 巧克力糖 N&N 不是不怕的 我們這些不怕賣廣告 好 接著就是這裡 就是那些 角色 既然這個是一個RPG類的遊戲 好像Adventure 當然有角色 好 趁現在就介紹一下主角的公仔 我們盒裡面拿了些什麼出來呢 就是拿了些Figure 這是有Figure 對 啤啤熊 不得知了 超高質素 這個 不是開玩笑 它做得像玩具的感覺 還有 它的細節位置很足 這個 這個細節位置很足 很多人已經外國 因為早收到 已經油了顏色 哇 好正 背部還不需要 其實 我自己覺得這樣說 因為它的公仔設計是簡單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做所有細節位置 例如你看到那些線 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說油顏色那些 就完全沒有問題 對 質素很好 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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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會跳舞 你看它的象臂 爆開 會不會動啊 輸不到啊 大象會跳舞 獅子 這隻好像來 因為多毛 貓仔會上樹 還有深刻有個格仔 好 我們看看今天 頭髮有點像 樹起了 待會你用這隻 好 最後這個 兔仔 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有 當然少得就是 大佬 敵人 敵人 我覺得這個 它很厲害 就是 它的設計 令到那隻Figure 可以做回一些細節位 有靈感 細心留意 它的底座 是 有不同的形狀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就是它Activate的時候 應該是這樣 就代表不同的東西 沒錯 我覺得這是很聰明的做法 平時有些Figure 就算不有顏色也可以 沒錯沒錯 沒錯 不用寫一二三四 沒錯 沒錯沒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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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剛剛說出第二集 Incredible 裡面第一集的 壞人的BOSS 他們 就是壞人的BOSS 的樣子很壞 像古惑狼的 壞人的BOSS 的樣子很壞 這些夠恐怖 Toy Story 某集 好 重點 重中之重 還有些卡 這些卡我們不開了 因為會劇透 因為是故事遊戲 有些樓 那些樓應該是可以 即是升級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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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配回的 對 配回樓的 你撕下來也不夠 因為這些卡 故事遊戲 我們不開了 無謂劇透 大致上就是有些 Event卡 好快看一看 是 Item卡 還有一些 Status卡 Status卡 這個就是故事卡 這個不可以 好 重點 重點 這本 不得了 那這本呢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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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純粹為了賣書 都真的有Figure 真的看 那這本是什麼來的呢 這本說明是故事書 說明是Children's Game 當然裡面有很多英文字 因為沒有辦法 爸爸 I want a bad time story 哈哈 這個就是 很漂亮的故事書 這個故事書 這個故事書 不單 不要吵 不單止是故事書 那麼簡單 我們看到版本就明白了 它其實是一個Game Board 沒錯 難怪找不到Game Board 我們弄那麼久 然後就是這裏 原來那些毛公仔 守護主人 很感動的故事 令到我 靜光 這邊 重點 是看到QR Code 對了 有什麼用呢 還有聲音導航 沒錯 應該是找了Eric Summer 來錄的 沒錯 Dice Tower的Podcast 其中一個支持 希望有將來我們的Catch 會成為一個聲音導航 不會 聲音導航 這些不適合我的 廣東話版 聲音導航 我的聲音不漂亮 好 接著之後 我們不再掀下去了 但是 很快 看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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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一版 這個故事會 會 會進發 好像有六七個故事 不知道 每個故事有 它通常有100版 但是故事一連串 有很多個小的故事 有些不是版圖 有些不是版圖 有些有幾個格子 有些不特別的東西去做 有些有圖畫 講故事 但是你看看厚度 再加上它的和藥 真的不得了 之前也說了 Tomaso 或者很多個Reveal 都Reveal這個遊戲 是真的可以做到 Children Game 就是意上手 沒錯 還有是 那個經驗 他們也是說 玩的體驗 你會很想跟下去 那個人也很重要 連小朋友也想跟下去 是的 這個很重要 Tomaso說過 他教完那些年輕人玩完之後 那些年輕人第二天就上去玩 因為那些年輕人跟他一樣 每天都玩不同 是的 沒錯 但是那些年輕人很少 會這樣保持著 想跟同一個遊戲 我自己可以玩得到 是的 沒錯 但是 你不要看少了 Tomaso的小朋友 有些很大過 但是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 始終現在還是英文版 在香港的語言問題 我覺得是會有少許的障礙 但是 是很適合去學英文用的 是的 因為 其實有人聲音導航 整件事是OK的 還有 他也有說過 那些英文 那些英文是很簡單的 基本上 你看得到 Mickey Mouse 那些 這是Apple J P Apple 不是 阿金你錄一段 這個是蘋果 到時候我們玩這個遊戲 你錄一段廣東話 這個是蘋果 好了,很煩,好煩,好煩,好煩,還有什麼事說,等你公司,我們也會試,那下集再見,拜拜